喜欢你别玩了 现在我连起豆了 你给我做点啥好吃的补一补呗 行 我一会儿就给你做 今天给老公做一道 骨气养血道 红糖糯米糕 准备糯米提前泡一晚上 盘中放入不爱开美颜的大稿 撒上葡萄干 爱喝酒的枸杞 铺上一层糯米 铺好压实 再放一层枸杞 葡萄干 大稿 撒上一层红糖 再铺一层糯米 铺好压实 面带笑容 再撒一层红糖 加清水 冒过糯米 上锅蒸40分钟 蒸熟后脱膜 软糯 香甜的红糖糯米糕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给个爱心支持一下再走呗 感谢大家 用花生米做一道 全家人都爱吃的小零食 将花生米倒入锅中 再倒入鸡蛋液 搅拌均匀 再倒入一大勺玉米淀粉 用我性感的大手抓裹均匀 然后漏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油温五成热 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控油 锅中倒入两勺白砂糖 一勺清水 开小火慢熬 主意已经做了几百道美食 你喜欢哪道 点哪道 最后别忘给老妹来个双击支持一下 感谢 熬至香油色 倒入炸好的花生米 再撒上白芝麻 快速的翻拌均匀 自制小零食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 老公 别玩了 吃点水果吧 我不想吃这个 喜欢不想吃 喝出淡淡的 行 我马上给你做 今天做火龙果椰融牛奶洞 火龙果对边切开 放入炸汁机 加一包出牛奶 炸成果汁 过一下筛 加两勺白糖 一大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倒入锅中 小火熬至粘稠 倒入模具中 放冰箱 冷藏至凝固 切成小块 沾裹上一层椰融 椰融牛奶洞就做好了 学会的朋友请给我一个双击呗 感谢大家 不要钱的肉馅加入葱姜 生抽蚝油 十三香 盐鸡精 搅拌至上劲 准备尖椒 去根去子 切成斜刀块 中间塞满肉馅 再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碗中加入生抽蚝油 盐 白糖 两勺清水调汁 五成油温下入尖椒 炸至虎皮状 捞出控油 锅留底油 爆香蒜片 下入尖椒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小火炖煮六分钟 淋上水淀粉 勾薄芡 收干汤汁即可 好吃的尖椒酿肉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朋友 双击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觉有食欲的老铁 帮忙给个爱心知识一下呗 感谢